说一百多年前,一个中国小伙子迷路去了外国,结果却意外地制造了一个中国村,简直是不可思议,却又是真实的存在。 那这个中国村在哪呢?咱们得先从摩尔多瓦这个国家说起,摩尔多瓦是欧洲内陆的一个小国,它的主体民族是摩尔多瓦人,还有部分白俄罗斯人,乌克兰人和保加利亚人都生活在摩尔多瓦境内。 而不可思议的就是摩尔多瓦有一个中国村,这摩尔多瓦和中国要说隔得非常远,那怎么会有一个中国村呢? 那要说这个故事就得从清朝末年说起了,清朝末年说起。 话说清朝末年,天下大乱,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,这个时候很多人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,这其中就有一个姓孙的小孩,就姓孙的男孩, 只有12岁的男孩,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 公元1900年的时候,这个小孙只有12岁,他居住在长城附近,有一天在路上正好遇见了两个迷路的俄国逃兵。 这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啊,也有俄国,这俄国里面有两个当兵的,不想干了,就想逃跑,有俄国逃兵。 要跑路,你得认路啊,可这俄国人,哪认得咱们中国的路啊?正在那发愁呢? 哎,现一小孩,就这小孙,哎小孩,你过来,就把那小孙给叫过来了,然后拿枪指着他,非得让他带路不可。 这小孙,要说也不怎么实路,但是总比这老外枪的多吧,那带就带呗,这不带也没法子呀,枪指着呢。 那俄国兵啊,还抢了一辆马车,就这样,小孙也上了马车,于是啊,他们几个人就驾着马车,一路向北,走着走着,走着走着,越走越远,一不留神,就走出了国境县,走出了大清的地盘,跑到外国去了。 等到小孙回过神来,这已经远在异国他乡了,离自己的家那是太远了,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。 就这样啊,这两个俄国兵千里迢迢的就把小孙带到了俄国境内,莫名其妙的就成了俄国兵的俘虏了。 但是有一点,这两个俄国士兵啊,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人,而是摩尔多瓦人。 后来啊,这摩尔多瓦人就干脆直接又把这小孙啊,给带回他的老家去了,就是摩尔多瓦的首都,叫基斯纳乌市,以北四十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子。 这儿离中国就更远了,这小孙估计怎么地也回不去了。 再往后来,小孙就干脆在这儿定居下来了,他来这儿的时候呢,已经十三岁了,一晃过了几年,小孙也成年了,成了一大小伙子,就和本地一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孩,就产生了爱情,两个人呢就结了婚。 从此之后啊,就在这儿生儿育女,生活得还不错。 不过啊,因为当时交通十分不方便,那个年代嘛,再加上当时也没有什么手机啊,电话啊,网络啊,那更不用说,没有。 那信息交流也很不方便,所以啊,这小孙就一直无法再回到自己的祖国。 如今啊,小孙的家族在摩尔多瓦已经繁衍到第五代了,整个家族的人口啊,多达两百多人,这两百多人在摩尔多瓦就形成了一个中国村。 不过啊,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,如果你以为他们长得都跟中国人一样,那就不对了。 这儿的人呢,基本上长得都不太像中国人了,因为毕竟经历了好几代人的婚姻生活,所以说这后代啊,基本上看不出中国人的模样了。 不过啊,小孙的故事却一直在这个村庄,一直流传,这个村庄的人一直都认为,一直都坚信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。 当时小孙来这儿的时候啊,本地人叫他名字,都叫他孙,是吧,外国人都称呼姓。 叫孙,可是这个叫来叫去啊,觉得这个孙这个音儿比较拗口,不太好发音,所以啊,按照本地的习惯,就给他重新起了一个阳名,叫宝尔。 这小孙啊,这这宝尔,干活不仅是非常麻利,而且勤劳朴实,心灵手巧,非常有咱们中国人的优良品质,很快赢得了村民们的喜欢。 后来啊,小孙就和村里一个叫阿尼西亚的漂亮姑娘结了婚,两人呢,共同生育了三个儿子,两个女儿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 到现在为止啊,据说,他们的家族在这个地方已经繁衍六代了,已经扩展到了34家,整整160人,快200了。 这小孙的后代啊,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,干什么都有,有从事农业机械工作的,有在本地当这个副乡长的,当生产队长的,还有当牙医医生的,还有当这个护士的,还有当检察官的。 在这个家族里面啊,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小孙的二儿子罗曼,二儿子在二战期间啊,参加过攻占柏林的战役,并立下过战功。 至今啊,这个家里面,还有罗曼胸前挂满军功章的照片。 一直到1978年,这小孙,应该说是这个老孙了,鲍尔,怀着对故乡无尽的思念,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,享年82岁。 应该说啊,他的一生过得应该也算是比较幸福了,不过有一个非常大的遗憾,就是在去世之前,也一直没有再回国来看一看。 摩尔多啊,虽然是一个欧洲国家,但是时至今日啊,仍然不太发达,比较穷,可以说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,人均GDP呢,只有2000美元。 后来啊,随着中国和世界的交往,这个偏僻小国的中国村,也被中国发现了。 这之后啊,也因为这个原因,这个村子和中国的关系也一直非常好。 当地村民们表示说啊,我们的祖父来自中国,我们这些子孙都是在摩尔多啊,土生土长的。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长得不太像中国人了,甚至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,但是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。 我们从广播电视里不断地听说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,经济大发展,国家越来越强大,人民很幸福。 可是,我们谁也没有见过,我们这些人是多么想到我们的祖先故乡去看一看啊。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中国村,后来啊,很多人去摩尔多瓦旅游的时候,只要到那儿去,基本上都要去摩尔多瓦的中国村,看一看。 顺便再说一下这个摩尔多瓦。 摩尔多瓦是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,1991年独立。 它是一个位于东欧的内陆国家,夹在罗马尼亚乌克兰之间,摩尔多瓦的总人口不多,只有350万人左右,还赶不上中国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城市。 但是摩尔多瓦这个国家挺有特点,什么呢?就是女孩特别漂亮。 自从苏联解体以后,摩尔多瓦的经济水平是严重下滑,虽然后来有了点起色,但是摩尔多瓦啊,一直被称为是欧洲最穷的国家。 当然摩尔多瓦有些女孩能够成为公务员,成为军人,但是这只是幸运的极少数。 这个国家的更多人呢,平均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30美元左右,大概也就是和人民币1400块钱左右。 因此啊,这个国家的很多青年人呢,只好去国外谋求机会,但是这就让一些不法分子,尤其是人贩子抓住了机会。 摩尔多瓦每年大约有超过2万名女孩被骗,被当成性奴,给贩卖到海外。 其中甚至包括未成年儿童,未成年比例甚至高达10%,尤其是更多摩尔多瓦贫困地区的女人缺少教育,孤立无援,就成了皮条客的猎物。 当然了,他们有的成为猎物最大的原因,那就是年轻漂亮。 一路有的女孩啊,说得好好的,舌头啊,就骗得,说是去意大利的西西里餐馆当女招待,然后呢,就跟着她偷渡出镜,没想到刚一出去,就被卖到了巴尔干的妓院。 很多摩尔多瓦的年轻女子啊,都是为了摆脱贫困,拼命地往外跑,结果一个个落入魔掌,进入妓院以后,拉下一屁股债。 很多受害女子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。 因为在历史上,摩尔多瓦是各民族交融比较普遍,罗马啊,俄罗斯啊,乌克兰等民族啊,也在这儿生活。 所以啊,很多漂亮女孩啊,就是往往都是这个混血儿啊,都非常漂亮。 尤其是摩尔多瓦的首都呢,更是有美女之都的称语。 世界上很多比较出名的美女模特,也都是出自于摩尔多瓦。 虽然每年都有极少数女孩从这里所向国际舞台, 但是其他更多的女孩却命运比较悲惨,被卖到了其他的国家,也确实是太可惜了。